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0年6月22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新闻首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 宜兰县连续8天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 不过县长林茨庙依然呼吁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 务必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另外为了加快疫苗施打的进度 6月25号开始 把75岁以上的长者列入施打的对象 而孕妇是从现在开始 就可以到产检的医院或是诊所来登记施打 而县长感谢中央采纳宜兰县政府的建议 把殡葬人员列入第二类的疫苗接种对象 宜兰已经连续8天零确诊 为了加速疫苗施打进度 6月25日起将75岁以上长者列入施打对象 通知单已经透过民政系统陆续发放 请长者依照上面的时段以及地点 前往接种疫苗 至于孕妇则是从即日起 可以向产检的医院或者是诊所登记施打疫苗 第一点呢 6月25日新增75岁以上长者列入施打的对象 今天下午3点由县府12个副政事务所主任 亲自送达各乡镇市公所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跟12个乡镇卫生所来联系 第二点呢 为保障孕妇及孩子的安全 孕妇及日期开放施打疫苗 75岁到81岁的长者 还是要请求注意您的身份证的号码 倒数第一位数字如果是1234的话 请在下礼拜一下午到我们的各乡镇卫生所 以及宜兰罗东就是在我们的接种中心来施打 如果您的尾数倒数是56的话 请在礼拜五的下午 78的话是在礼拜六的上午 90是礼拜六的下午 基本顺序是跟之前是很类似 只是时间稍微有点点的差别 另外县长林之庙今天也感谢中央采纳县政府的意见 将殡葬人员列入第二类疫苗接种对象 他也见请中央将计人车司机纳入优先施打疫苗的对象 感谢中央听到我们的声音 把殡葬业者列入优先施打疫苗的范围 另外计程车司机也是高风选群 因为地缘的关系会载到双北民众 在法规上新北台北宜兰基隆都属于计程车司机 共同的营业区 呼吁中央将宜兰计程车司机纳入了优先施打的范围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至终陈部长向大家报告